今天下午呢 微风广场二楼的咖啡厅是突然传出了枪响 而我们台视记者呢第一时间掌握到这个独家画面 一名头戴安全帽的歹徒冲了进来朝了这个黄姓男子开枪 而他的双腿呢是重担血流不止 歹徒开枪之后就逃逸无踪了 而晚间的最新消息呢是不排除这个是道上纠纷 而至于真正的开枪原因警方还要深入调查